他总有总有总有人会相信我说的话对不对 相信的不用我去说他都会相信我说的话 不相信的你说再多 他都不会相信是不是 相信的我说一两句话他都会相信 我相信小王谢谢啊 对啊有人相信我 对不对相信我的刻意好不好直播间五六百人直播间 相信小王的刻意呢 我看一下多少人相信我好不好 相信我的刻意来 来相信的刻意一直刻起来好不好对 对相信的刻意 看这么多人相信我对不对 那直播间六七百人了马上 马上到达一千人了对不对 再往上顶一顶 再往上顶顶我再给你们说一点 说一件好事 再往上再顶一下 我给你们再讲一下好吃好不好 对不对 再往上 我给大家讲一下好听的好不好 想不想不想听我再说 想不想听我再说 说一个好事的 想听的 公平扣个响子好不好 想听的 再扣一个响子 想不想再听一个故事的 这么多人想 再分享一下 人气到达一千的时候 我说 人气到达一千的时候 我再给你们讲 人气在网上走一走 想听的加一下粉丝团 想听的加一下粉丝团 我再给你们讲 到达一千人的时候 我再给你们讲 好听的故事 那个故事有点远 那故事有点远 来加一下粉丝团 我告诉你们 加一下粉丝团 我再告诉你们 一个有趣的事情 加一下粉丝团 人气到达一千的时候 我告诉你们 那个很有趣的事情好不好 对加一下粉丝团 我再告诉你们 有趣的事情 感谢 感谢送我的牛 谢谢 二妹是二位的第二个老婆吗 你们猜一下 在中国 全是文心的男人不会 我到哪里去 对呀对呀 你想要飞机吗 你就说 想要你不 你又不在直播间给我送啊 你送出两个马上说 对不对 你送出两个马上说这个事情 你送送送出来 你又不送出来 你就说你要想要飞机吗 你又不送对不对 你送出来我肯定说是不是 只要你送出送出来 我马上给你给大家 想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 对不对 你想前想风了 不是人家说要送吗 是不是要送你就送啊 实际行动拿出来吗 好不好 我既然敢说 我都说了 到一千人的时候 我会说这个事情 送啊 只要你送出飞机 我马上说这个事情 你把飞机送出来 我马上说 不要吹牛好不好 你送都不敢送出来 你要说你送飞机 叫我说 哎 你又不敢送 真的是 要双手去挣钱 我说 我说什么 马上到一千 然后马上说这个事情 你看他做过没有 你问他做过没有 就知道了 是不是 你以为他做过做的事情还少了 黄某的徒弟 什么黄某的徒弟 到八竿子打不掉鞭的 真的是 后吃难做 我吃你家的饭了吗 断你家的碗了吗 真的是 没有说你说人家乱说 你做人太差了 我做人太差了 没事 我等一下到一千人 我就公布这个事情 现在七百多人八百人了 到一千人以上的时候 我就把这个事情说出来 一定有一个水落石说给你们 对不对 反正现在已经落 落白了 是不是 拆底 我要拆完呀 是不是 就像你是 一个废旧的车子 你要拆 零件要从 小小的一颗螺丝开始 对不对 慢慢拆 对不对 你肯定把它拆完 那你想要一个人 倒地不起 那必须要从 一步一步的细节 慢慢慢慢 拖到最痛的那个地方 刚才说送我飞机 那个人也跑了吗 是不是 你们很多人都是嘴上说 我是敢说 又敢做 对不对 我敢送 我就敢做 穷到底了 我是穷到底了 那跟你有什么关系了 你很富吗 你很有钱吗 你有点小大 要被天打 你愿意是穷人家 你做人太不地道了 遭天打 我做人不地道吗 来 想听小王 待会儿讲究故事的 打一波正能量好不好 想听 的打一波正能量 马上到一千人了 马上 现在已经八百了 马上到八百人了 想听的 打一波正能量好不好 想听的 打一波正能量好不好 对 帮小王打一波正能量 谢谢 想听的就打一波正能量 生活步步是坎坷 笑到最后是大哥 对不对 笑到最后才是大哥吗 到一千人以上我才说 这个事情 哪有人支持你啊 我不需要有人支持我 对不对 我不需要有人支持我 我这里就是给你们讲故事的地方 现在我跟你们讲 讲一个非常有趣 有趣的人 他的故事给你们听 对不对 我在讲一个非常有趣的人 一个故事给你们听 我就是这样的人了 娶个老婆有什么好的 真的是 他老婆也是 也是那样的人 说白了 他都是这样子 他都是那样的人了 娶个老婆连好到难去去嘛 对不对 嗯 你们说对不对 他都是那样的人了 娶个老婆有什么 有什么好处吗 对不对 对你们 你们这么袒护他 这么去在乎他 对不对 他以为说 娶了 你又不是说是你家的亲戚 是你家的什么 你们这样去袒护他吗 马上到一千人了 现在九百多人了 我去现在一千一百多人 他下播了吗 还有他被关关小黑屋了 家人们 他是不是关小黑屋了 他关小黑屋了吗 现在直播间一千多人了 是不是关小黑屋了 告诉我一下 你能娶得上老婆吗 我 娶不上 只有阿维能娶得上 对不对 只有他能娶得上 刚刚我说了 到一千人的时候 我说了个事情 我跟你们讲 那个非常有趣的事情 好像玩世在 玩世在哪一年啊 2022年吧 对22年的时候 在2022年 那一年我去找他 也是我去找他的 那时候我和他关系 还是非常的好 然后呢 他的话 那时候很花的 经常去的这种异常 泡了一些女孩子 真的 因为他 怎么说呢 有很多女孩子喜欢他 但是有很多女孩子 伤了他的当 真的 有很多女孩子伤了他的当 其中就有好几个 因为他还有一个官司 100多万的官司 就是因为那个女孩子 给他买了房子 然后买了车子 现在的起诉嘛 我不知道是 现在是什么阶段了 我好长时间 没在他身边了 因为好长时间 没有在他身边了 他还不是一样的 只要房子到期了 要打款的时候 然后那个女孩子 就会给他给他钱 确实他也是挺厉害的 他嘴特别厉害 会说 能说 能说 能到 那种 就是说 他说的话 就是好多女孩子 都相信他 因为他长得比较帅一点 对不对 他长得比较帅 在别人 别的女孩子心里面 就觉得 哇 这个就好 长得特别帅 哪怕我被他骗 我的心甘心愿的 真的 真的 我哪怕被他骗 这事情应该情愿的 只有很多女孩子愿意被他 被他 被他骗 对不对 就说 有句话是 春宵 一亿只千金 对不对 对不对 他骗麦过来了 他骗我了 对不对 我不骗 你为什么骗他呢 嗯 他骗我了 我为什么骗他呢 我说要说吗 让他黏我呀 哎你说什么 你刚才说气嘴点 你说什么 嗯 你说我没有给你发工资是吧 还说呀 你跟我发了工资了吗 那你现在来找我吗 我发给你好吧 我为什么要来找你呢 不要了 工作我就不要了呀 我在习 还是我 今天是这样 今天是这样子了 我为什么来找你呢 我说还是我跟你收到家里面来 还是你 你自己过来拿吗 不需要 不需要 那些钱我都不要了 嗯 对不对 那你为什么要送我 那你为什么要说我拿了你几万块钱呢 你拿了没有 我给你 你拿了没有吗 我拿了你 你拿了什么钱呢 你告诉我 你拿了没有 我就为你一句话 拿了什么钱呢 你告诉我 拿了什么钱呢 你告诉我吗 你没有拿吗 我拿过你什么钱吗 你告诉我 发誓来 你发试一下 你发试给大家看一下 我发誓 我拿你什么钱呢 你告诉我 你好好发誓一下 好好发誓 我拿了你什么钱 我有小 我要拿 我就为你 我就为你几个问题来 嗯 你问 你说了堂堂的钱没有 没有 你没有吗 你看谁像我看一下 发誓来 我发誓没有收 你就这么说话不说话吗 我发誓我没有收 你没没收人家的钱了 你说你没有说 我发誓我没有收他的钱 你不要拿堂堂的鸭 不要拿堂堂来说好不好 不要拿别人来说 你之前跟我说的 你说他让你做的 是不是你说的 不是 不是是吧 我和你编故事的 我和你聊天 我就在编你故事怎么了 你通话为什么和你 我配合你我编故事嘛 对不对 你还会编故事啊 你都会编故事 难道我不会编吗 可以可以 那你把我700块钱推过来 首先你说我 你现在说我的原因 就几个道理嘛 第一你觉得我对不起你吗 是吧 我哪里对不起你了 你说一下 还有一个事情是你觉得我 我我没有给你发工资 对吧 那你当时来我那的时候 我为了你呢 对不对 我说你给你给你开工资啊 是给你找牛链直播带货 你说你要直播带货是不是 那你有没有跟我说过 你说我发不起工资 因为我现在这个情况 我也给你发不了 你说过没有 我怎么没有说 我说你你要 你说你要牛链 我说你要工资 是要牛链 你自己说的 对不对 那你回去过年时候 我给你给你买了没有 啊 你衣服是不是 我给你买的 你自己说一下 对的吗 那个是 那个是你给我的 对你给我的 那你跟着我几个月 你算一下 你跟着我几个月 你算吗 你算呀 你算呀 从去年到到去年的 七月份还是六月份 我去的 然后到二月份 今年的二月份 你哥你哥着我几个月了吗 嗯 大半年了呀 大哥 你不会说 大半你几个月吗 你算吗 几个月吗 至少也有七八个月了吗 哎 你觉得我平时有没有在你身上 换钱 你说一下 你不要在直播间说 你说你在我身上一个月花了 花了几千块钱 你自己心里有数吗 你觉得在我身上花了几千块钱吗 你发誓吗 你一天一一天一两百的 我没有给你找吗 啊 你抽烟 是不是我跟你说了 吃饭 我帮你开吃 我跟着你 那不应该吗 你发给我那不应该吗 你跟着我是吃饭 你跟着我是你 你跟着我是你 在做牛链 在在在直播带货 对不对 那你跟着我 那我们两个 我们一起的 对不对 你把我开车车 什么了 拿到你自己没有坐车吗 电子不见 有这么多人在看着 怎么做怎么做的你应该知道对不对 你如果你做的做的好哎做的对我不会拿着直播进来说我不会这样去去和你 只有你被人家说买了吗 对吧 你你就这么看得起这那几个钱吗 对吧 你告诉我被谁收买了吗 你自己心里没有一点鼻数吗 啊 你收了人家谁的米 难道你没有鼻数吗 你心里面没有点数吗 收了谁的米吗 你说一下 我谁的米我都没有收 我一个人的米都没有收 小王我跟你说 我们都是男人 你在这里说 我跟你说 听着 我们都是男人 没有必要在这个网络上 我说你两句 你说我两句没有 不现实 知道吧 对 不现实吗 对 我跟你一年时间 你说我来天天说 又能怎么样吗 对吧 那么我的意思 如果你觉得 我喜欢说的时候我就说 我不喜欢说的时候我就不说 那你就 你就自己起个账号去说 为什么要我跟你找到这些牛链 你你你拿那个账号去说 你说为什么就 你弄的呢 是不是我跟你找到斐丝 没有在直播间给你那些 说你那些 这不是我跟你找到斐丝吗 年龄大了的阿姨 他愿意听你的 不是我说 是不是我跟你找到斐丝 这三个的斐丝 是你自己 你的靠你的北市 找起来的吗 还是我跟你 我让他们给你点关 这才点到吗 不管就是说 是你长得好 不是你长得好 现在这个 你没有关系了 你自己有北市 你自己几个账号去说我要 为什么要拿我的 拿我跟你 你的牛链去说我呀 对不对 我肯定要说 有了你的牛链 我才能讲得更好一点 对不对 别人才会 那你这样子吗 你这样子吗 那个你说 我没有跟你开过程 你去 那个劳动局 说我也好好的 你现实出来找我 你公司都没有劳动局去去的干嘛 有用吗 你现在这里吗 我没有公司 我仍在这里吗 对吧 你说我没有公司 又没有公司 我仍在这里吗 我去 我去劳动局有什么用呢 你公司都没有 我又没有办出手 我去活动局告你吗 你就说不出来了吗 你就是没话说了 不是没话说了 你没有公司 第一没公司 我没有在你公司去注册 没有没有实名在 没有在你公司入职手续没办 你没有公司 我去劳动你告诉我 你不是说你跟着我开车吗 那你就去 你你开车 但是你我给你发 你没有公司啊 那个你是不是在给我开车吗 对不对 那个有什么用啊 去劳动局 你告诉我有什么用啊 你告诉我 那个去了劳动局有有用吗 啊 那你现实就来找我呀 我为什么现实要找你 我找你干嘛 你找我给你发工资呀 我不要你的工资 我现在不要你收到机啊 你这样说 啊 我就喜欢这样说 我有工资 我也不要你的了 嗯 说我让你说天天天说好吧 你不说我看不起你 知道吗 因为你不说你没有人气 你不要管我天天天说也好 不天天说也好 这跟你没关系 你不说我 我真正我想说 你没有人气 听懂了吗 你不说我的话 你直播间只有20个人 30个人 你自己没有必须吗 对不对吗 你说我就有几百个人了吗 对不对吗 哎 但又能怎么样吗 那感谢你咯 我特别感谢你 因为我长了那么多人 直播间人气长那么多 我又感谢你啊 你感谢你自己就行了 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 感谢你 感谢你 你人太好了 你人好了 我肯定要感谢你啊 你在跟我 有本事 有本事就来找我 又又又拿了那么多钱给我 我非常感谢你 对不对 有本事就现实着来找我说 哎呀 不用 他说是这个天天也没有用的 还就是说 你不要叫大哥来威胁我 说什么 去我家怎么那些话 不要威胁好不好 如果这个话 这个能威胁到家人的话 那每个人在这个世上活着 那就没意思了 是不是 都能害了自己的家人了 对不对 是不是 对 为什么大女孩 发这个话来威胁我 我们两个是大男人吗 你来找我就行了吗 你这么看我不惯 对不对 这么看我不睡 你来找我就行了 小五哥是什么意思吗 他为什么发这个话来威胁我 你因为你 你因为你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做事情 因为你做的事情就太 我做的事情怎么了吗 你说吗 你自己能知道 我做了什么吗 你说吗 说呀 说清楚一点啊 我做了什么吧 我擦杯子给做了你了吗 还是擦杯子给做了你了 我要直播带货了 都要 都要靠 我直播带货把你批施吗 啊 我直播带货不应该吗 不能带货吗 我没说不能带货啊 但是把你批施啊 那你说我干嘛 就是 就是不对的 那你这个人说话就是 一会又说我怎么的 一会又是那管你屁事吗 我管你什么事吗 你说吧 这个不管我是好 不管我 那你说你说说什么呀 你说你继续 我说了又怎么样 不说又怎么样 你没说吗 那你来找我呀 有本事我跟你比大纸 吗 你来找我呀 你在这你发什么屁啊 我为什么找你 有本事你来找我吗 你在哪里吗 我来找你你不敢叫我 我在大娘山 我在宁南县你来找我吗 你他妈真的是 你不要你他妈你他妈的好不好 你来找我好不好 我跟你比大事吗 来你来找我 你现在发位置给我 我来找你好吧 我在宁南县你来找就行了 宁南县在哪里吗 宁南县这么大 宁南县很大吗 你不是宁南县出生的吗 小人被人说 你不是宁南县出生的吗 你不是宁南县吗 人家跟你发个胡吧 你不是宁南县吗 你敢说你不是吗 我是你家里面的 好吧 可以吗 我哪里在抓你 你抓什么大好人吗 你想怎么样吗 我不想怎么样 我上辈子搞到你家人了 还是搞到你了 你这么 你现在没有 我吗 卖不出去货了 然后就来找我 还是我欠你100万 我不跟你扯了 我欠你100万是怎么了 我不想和你扯 是不是我欠你100万吗 我要不起 你欠我的 我都要不起 那你为什么要说我呀 我要不起你的钱 因为你这个钱是太贵重了 你说我给你 不给你发 滚蛋 给我滚蛋 我想试人 他想试人吧 他现在卖不了货了 他就开始来这里搞我了 我印射 我印射 谁喝过观众在你直播间的画面 白波最能的 我去 好 好